這位姊妹說了兩個類別的事情 一個是分享 一個是發問 分享她怎樣處理在子女的問題 令她有負面的想法 她分享她怎樣做法 做了之後有什麼後果 第二個是她發問她怎樣做法 我想大家 現在不是我去回應她 她兩樣都需要回應 我想大家哪一個願意呢 就是回應她 第一 她分享你怎樣回應她 而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分享要回應呢 因為她的經歷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也想你在星期二晚分享 她的經歷是非常好的 有這個經歷 她已經被提升 但是我們可以再提升她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她發問 然後我們怎樣回應她 所以在這裏 我想 第一 我聽的時候 我已經在裡面知道了 她分享了一些事情 我初來聽的時候 我聽到有些分享 然後我就馬上有一個意念 在裡面 哇 這麼好 你會處理生命 又能得到幫助 經歷到幫助 那這一樣的經歷呢 是要鼓勵她提升她 幫她怎樣進步 其實她說了一件事 她是經歷到聖靈的聲音 和聖靈的幫助她 所以是一個極度需要 立即提升她 第二件事就是她發問 好了 現在我把波抬給你們了 哪個願意呢 怎樣立即提升呢 她這個經歷 經歷過這個神的幫助 你即是告訴她 原來你發生過這個事 你居然可以立即 聖靈提醒你 你立即會聽到 第二 你會留意到自己的問題 聖靈提醒你 你會聽到 接著你又會回應 接著你呼求的時候 你又會得到這種幫助 然後怎樣提升她 將來這樣做 並且更加提升高層次 以及給她一種鼓勵性 就是我的意思 繼續祈禱 繼續釋放 等一下 剛剛這句說話 我們馬上問一問 她說繼續祈禱 繼續釋放 這句說話 是什麼類別呢 是什麼類別呢 教導 但是繼續祈禱 繼續釋放 當然會提升 但提升人最重要不是 你繼續祈禱 聽神話 看聖經 悔鬼 認罪 這些是會的 不過最重要是讓她看到 你現在做到什麼 你再做下去的那種 效果多大 你可以怎樣提升 這就是我們最主要激勵人的方法 激勵人的方法 激勵人的方法不只是 是一個提醒 是好的 我不是說 不需要在什麼時候說 但是呢 我們立刻讓她看到 她的經歷的美好 然後提升她 這就是我想說 這就是提升人的那種的重要 那個方法就是 欣賞她的改變 於是我提升她 大家能否拿到我的意思 就是欣賞她這個經歷 而她當時怎樣去給神改變 所以現在我拋個球給你 你可以試一下 你立刻回應 但我們立刻回應 讓你知道這個方法 哪裏做得對 哪裏做得不對 讓我們一起提升 那我提升你 好 那你現在覺得 你現在信了主 那你又每天都去祈禱 那你覺得你自己的心情是怎樣 平靜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有些什麼不同了 有啊 釋放了 以往那些不開心的事 是負面的 我已經釋放了很多 你怎樣去釋放 那些拉近神 那些親近神多了 那你和家裡的那些小孩的關係又怎樣 好了 我以前的那些惡死男生 很欣賞你 你現在做得很好 是 主人生真是很愛 是啊 我現在很不容易 拉近了 真的很無福 你繼續走這個信心路 你家裡的關係一定會改變 我欣賞你 因為你改變了自己 祝福你 好 我知道 Ring你才做 肯定是改善了 就是你問一下他怎樣的情況 那我想 就是你說到他 看到他怎樣的 你祝福他 那我就想你們多些是怎樣的 聽到他講的內容 在內容上去提升他 因為他做了些什麼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提升 怎樣再提升 根據他的內容 OK 有沒有誰想嘗試做的 他剛剛講的內容是很特別的 他首先幫助大家 想回聆聽到些什麼 他做了些什麼你覺得是一個提升來的 有些什麼做了 就是講出一些名單 他做了些什麼 他覺得自己以前對把口不好 對家人的傷害 還有沒有一個人看不出來 就講出人的要害 而他兒子也反應過他 又不是那個 這個 是講他失敗的地方 這個失敗 我問題問什麼 他有些什麼提升了 即是你說回故事 但你是說回他失敗 我想你說是說他做了些什麼 提升了 他懂得立即去找神 立即留意到心裏 留意到神裏 然後祈禱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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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想你聽到的 就是他會立即留意到 然後去找神 又有機會幫助 還有他還有些細節 即是在這個裏面 這個裏面有些細節 還有他是當他聽到神 叫他放下的時候 真的很順福 即是很有決心 是真是依靠神 他是 即是 即是在過程裡 他真的有份決心 即是很敬畏神 不想去 即是不想做神體穴的事 是 還有看到他 即是很愛神 就是在這些負面的裏面 去回去 即是仰望神 是 就不是專注是那些問題 是啦 非常好 即是說他聽到神的聲音 而他就會活應 這個是第二步 第一步 即是你說是說了 你說了 但是呢 在這件事 剛剛你說的東西 是可以有些什麼提升它呢 提升它 意思是說 哇 你真的做得很好 讚你 是哪件事 你做得好 繼續可以做 是你有這個恩賜 聽到神的聲音很好 是 是 第一 他聽到神的聲音 很好 是呀 放手 是呀 沒錯 我們還可以再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 以及幫他這方面提升 大家想不想到 如何去深入了解 粗戀在日常生活 入地聽神的聲音 這個是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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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到 好了 你操練 是的 我應該操練 但是他未必聽到 心覺得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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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激勵 大家想想 覺得他有了一個喜樂 那心 一聽到神的聲音 他突然說 好似醒 好喜樂 即刻 人都很 神呀 你好真 我真的要跟著 來 抓緊他應外 OK 但他心很開心 對不對 這個開心 就是一個 可以說是他被動的 即神在他身上做一件事 但我剛剛問的問題就是 他願意立即去吐功 是的 這個是的 意思是 你說出他有什麼改變 但這個要怎樣提升他 即你說什麼說話 提升他 你有這個潛質 你可以這樣繼續下去 我想問 其實呢 神是很願意跟我們每人講說話的 如果呢 今次你留意到 神跟你講說話 你以後慢慢 是越來越多 聽到神的聲音 是 只要你願意安靜些 在神裡面 你是聽到神不斷地講說話 這句說話 就是 是一個鼓勵他了 即是說你聽到神的聲音是很好的 你應該繼續聽神的聲音 這就是一個鼓勵 你可以聽到 還可以再去多些 大家可以想到嗎 其實我想搞你們的老汁 試一下 我可以試一下 我感受到 神已經進入了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裡面 神是看顧著你 不單是你整個家庭 所以如果其實可以 更多為家人祈禱 然後再完全放手給神 你就會更加享受到那種自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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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誰說 我都希望 我有那種盼望 是 是 經常都有盼望 因為 耶穌降臨在我家 就是 一定會 是 降臨在我家 希望 加油 那種 我希望以前 那些負面的事 以前我所說的 那些負面的事 那些眾生 他們那些 希望 神 神 會射滅我所有的罪 我 有天 都 在我家 都 論罪 有天 都說自己 那些以前 那樣 那樣不好 我希望他能夠射滅我一切的罪 你覺得神會不會射滅你 我感覺到他都在射滅我一切 一定會 神一定會 我感覺自己是 有那種喜樂 再分享一下 我以過年我是不開心的 我一到過年 我就很緊張 我以前是看別人 因為我家 老爺家族比較複雜 我經常看別人的面子去做人 因為我本身自己比較自卑 我一到過年 我怕別人說 你又做得不好 你又這樣教導 那些兒子不好 什麼什麼 我們經常擔心這些 我們付出很多很多都是 變得搞得我很累 我很累 我就很累 我就不喜歡過年 我一到過年 我就說 為何這麼快 那今年 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尤其是 好多謝阿山 介紹我來 跟了葉牧先禮 我釋放了 我現在懂得 什麼叫喜樂 什麼叫做 不是看別人的面子去做人 而是神去尋求神那種的喜樂 我現在找到了 找到那種喜樂 是 我今年過了一個年 我這麼多年來 我最開心是今年 來了你的黨 真的 我所有的憂慮 我全都交給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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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放鬆 我從來沒有試過那種感覺 是 所以我今天很開心 很有喜樂 所以我這番人 一到我困難 我便會 哎呀 我全都要拔緊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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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覺得自己好有安全感 我以前是失去沒有安全 很聰明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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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他又更加講多話 我現在因為時間關係 我自己做先 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 我將那個過程 我去分析給他聽 然後去提升他 大家留下我做了些什麼 你將來都會這樣 即使我聽到幾樣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 第一 你聽到神的聲音 這個亦都跟我說的 發揚神聖誠講道法有關 發揚神聖誠講道法 我剛才教過一課 那個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在聖經裡發掘 神的聖誠 他的美善 他的聖結 即是兩方面 愛和他的聖結 亦都是他的作為 和他的心意 和他要做多少事 才達到目的 就是神 在發生的事 是看得出神 是真的眷顧你家 這才是佛羅斯所說的 他眷顧你家 就是怎樣呢 他見到你的情況很困難 神做了很多步驟 我想鼓勵你 讓你知道神並不是遠離你 第一就是安排Rain 帶你聯絡聖誠 神感激著 他提升我 其實我也是曾經很大壓力之下 生活的人 但是神幫我處理 我處理之後 神就讓我記憶到 然後用簡單說話 說出來讓人可以跟到 然後你就學習 學習的時候 你又會和神更多 拔著耶穌 然後後果 時候到了 神就跟你說話 神定義祝福你 所以你聽到神的聲音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那一陣子 神就更直接介入 就跟你說話 我想問你 這也是其中一個部分 因為了解 我想問你 你當時是聽到 一個聲音出現 一個意念出現 我好像不是聲音 好像是意念 我好像突然之間 心的思想 已經有兩個字 放手 我不是聲音 突然之間 腦子有這兩個字 可以放手 就是這兩個字 但是這兩個字 是否你自己想出來 因為它自動出現 它自動出來 不是我男人 這裏很明顯 就是神跟你說話 為什麼呢 是你沒有想開那件事 你沒有這個意念 所以我鼓勵你 在這個經歷紀實 在《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 這個經文 希望你記得 那裏說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即是我們的基督徒 會立志行事 當然 基督徒有時立志行事 就可以是犯罪的 基督徒有時會立志 廣大行人 那些就不是神在我們心中運行 是邪靈 魔鬼 和我們的罪聖情 但是呢 聖經說到這個就是 當我們出現一些 好像你們所出現的意念 一些合乎神的意念 其實是神在我們心裡 運行 叫我們立志行事 即是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那裏 首先立志就是什麼 我決定這樣做 然後你真的走出來 這就是神看到你的需要 然後神在你面 搞動你 就會向你說話 放手 這一次神跟你說 亦都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神以後會繼續跟你說 當你聽神話的時候 你會繼續有神的指示 你的生命繼續 神會帶著你 讓你越來越多 經歷神的作為 你越聽話 越心裡安靜 你越聽得多 你將來越來越領受神的信息 去到高層次 有些就 聽到更清晰的聲音 或者是神的指示 或者甚至成為神的先知 這是一個提升 第一步就看得到 這是我提升的地方 讓你知道 就是神體重你的生命 體重你的家 於是他就介入 放這個意念在你面 激勵你 然後現在我解話 我解釋了神做的什麼 將它解釋出來 讓你知道 神是沒有放下你 神是在你心裡做功 之後怎樣呢 就是你更多處理生命 更多安靜 你就越來越收到神的信息 好了 這個經靈第一部分 就是他收到的信息 第二個部分 他真的有祈禱 神幫助我 祈禱 然後 第二件事 神的職力 就是 即時神的平安和興散 就來到 這就是經歷聖靈的 直接工作 即是一祈禱 即刻 經歷到神的作為 釋放你的靈 這個經歷也希望你放幾億靈 這就是我們成長 不單止他記得 我們個個記得 神跟我們講話 我們要記實 多謝耶穌跟我說話 第二 接著我一呼求神 即刻 我又鬆了 嘩 記得 即時可以鬆了 嘩 真是好了 神可以這麼大工作 並且 你又說到 有釋放 有喜樂 開心 你都形容 你說 這麼多年過年 你都是不開心的 但今年過年 就開心 這個就是聽他說的話 聽到這些 重點的話 都很特別 因為早至我們有時探過他 嘩 很多年都沒有笑過 現在不然有人笑 我們記實這些說話 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你現在開心了 整個人都鬆了 這是第二樣的改變 即是你呼求神 接著你經歷到神直接的工作 接著第三樣神直接的工作 就是你的子女就乖了 即是原來我們有神的同在 接著家人就受幫助 其實已經回答你的問題 為甚麼呢 即不是人做事 是神做事 你就是每天給神做事 每天跟神溝通 神一跟你說甚麼 你自己聽話 你每天都有喜樂 你保持這個狀態 很多人就怎樣 這個喜樂很好 在那天 接著又回來了 到下 可能有時候又來一次 是很慘很慘 神又給一次 放了一口 又一次又回來了 有些人就是這樣 某一個聚會已經來了 不知道那幾個月之後 又再一次 這樣的時候 哇 神真的要很久才能夠教 但是我們怎樣學 很快學巧呢 就是神做一次 立即記得 立即 哇 神跟我說話 感謝神 我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感謝神 第二 一呼求 一親近他 又信心立即鬆散 即是喜樂 感謝神 神又幫我 於是呢 我就刻意地 每天都這樣做 每天都在那裡 神呀你跟我說話 神你帶念我 其實神說一句放手 就一次過 以後都會有用 為甚麼呢 你不用神 每天跟你說放手 哈哈哈哈 一次過 一次過有效 哈哈 那你每天 你就放手了 好似神的 每天輕輕鬆鬆 一旦神會搞定 那些常常說一次過 是的 因為神介入 讓你知道神是介入的 神是關顧的 即是神已經插手了 神插手了 你就放手可以了 是的 那你就是 他親近他 就讓這個神的工作 他一次的插手 你就放在記憶裡 以後呢 就懂得運用出來 運用出來之後呢 那你就 隨時隨地 沒有事發生都好 都放手 又感激神 又喜樂 有力了 即是那些子女在不在 你都經常在喜樂狀態 於是呢 你便會影響到他們 然後呢 整個家裡的氣氛改變 一 改變 又好像我現在欣賞你這樣 兒子 女兒 嘩 很乖 嘩 你真是好 嘩 你又一齊去 肯去大巡遊 嘩 嘩 嘩 又肯去祈禱 嘩 嘩 感激神 你真乖了很多 你看到 嘩 耶穌又幫了我們的家庭 越來越好 那你就又提升他 是的 之前呢 我在做的什麼呢 就是我想大家做的 就是每一件事發生 將它分析得很詳細 便能夠將它用很簡單的語言解釋出來 解釋出來之後又提升它 即是說神跟你說話 你呼求有力量 你自己得稀殺 你的子女又得到改變 在這個過程 讓你知道這麼好 你以後這樣做 又這麼好 那你就會提升 一步步提升 越來越快 其實我基本上是做什麼呢 神教我一次 我不是說過一次 有電話有人跟我說 我跟他說 四年初見他就發生氣 然後我就處理 一處理 已經發覺 一處理就可以起落 那我就由那天開始 一有些什麼不開心 立即處理 還有下一步就是 沒有事情發生 都經常在神的喜樂裏面 這就是我受教 神教一次 你不用神教很多次 神教一次就立即聽話 然後以後就做了 這就是提升 你的心理會提升 你的潛質會很大 即是看得到 上一次你來的時候 你講得很淒涼 上一次來的時候很淒涼 但是你今天分享的時候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圖 是啊 你這個心理會 我現在都 我早的時候還沒來你那段 你問一下他 他都說我都不知道前面 哈哈 他自己的清潔 他也不是很淒涼 他也不是很淒涼 是啊 後期經過他來 我都開始慢慢的人 釋放釋放 釋放釋放 然後我那種喜樂 真的那種安全感 完全是不同的 是 那天都稱讚他女兒 她女兒公主病 那天一邊拿著旗 一邊走都沒有喊累 是 是 我覺得很威風 大女兒這麼威風 當然來都這樣走 很威風 是 謝謝 是啊 那兩個少爺公子病 是 被我搞不定 搞到他們 一個變了公子病 一個變了少爺病 是啊 神給我們聰明智慧幫他 是啊 第一步就是喜樂 然後慢慢有智慧幫他 在這個過程中 你看到神的工作奇妙 你又看到你自己可以被提升 是 那你會不會想 經常都是這樣 很少 被神提醒 是 就算神沒有提醒 你想回神以往的提醒 你就自己提醒自己 是 然後你又天天進入這個狀態 這個便是所事 這就是我所說的提升 讓他知道他有的潛質 他曾經做過他的美好 你以後繼續下去 神就可以繼續在你身上做功 你聽我這樣分享的時候 你聽完 哇 是啊 神真的很奇妙 所以我越想到神 我真的覺得 哇 真是神娘 真是五體投地 神真是 真是值得我們五體投地 是他真是很奇妙地 在一個這麼困難的家庭 插手的時候 將整個家庭變為美好 這就是我們出去工作 所以你不用一定要去宣教 你只要在你周圍的地方 開始做這些工作 神就會使用你 而且你聽到我剛剛這個分析 以及如何提升它 希望大家有學到這種方法提升 就是讓我看到你所經歷 就是神祝福你 你有經歷 就是神又給你這個恩賜 你又可以提升 你又繼續提升的時候 神祝福你 就讓祂知道祂的前則 和祂會去保持這件事 你都激勵祂 做一個好像怎樣 被提醒一次 以後就會被提醒 其實我很多東西 是我自學過 包括我談論 當然我也有跟過老師 但我跟過老師 他談了之後 我就問他可不可以攝錄 他說可以 攝錄了 我重複看 怎樣做那個動作 然後我一直重複做 做一下 英文我coach自己 就是我做自己的教練 我看到人那樣 我就做自己的教練 我就會把他教的 好像當他在那裡 我就把他說的東西 重複重複 告訴自己 那些人有經歷性 然後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做呢 然後我就去 就是這樣帶領 很多東西 我都是這樣提醒自己的 我一生人沒有一個熟靈的 提醒我的人 就是沒有一個熟靈的提醒我的人 即是沒有一個人說 你可以怎樣給神使用 你 沒有一個熟靈的提醒我的人 你但是被神提醒 你這樣去進入 你這樣去服侍 沒有一個人提醒我的 是沒有人叫我的 全部都是神 直接感動我的 但是我就聽話了 然後我看到那個人 咦 做得這麼好 譬如其中一個王寧文 他講到很活潑 我又看到他 我又學他了 我看到有些人領性 會怎樣放我 我就學他了 我這詩所說 就是神教我一次 我就記實 以後自己提自己 這就是提醒的鑰匙 我就是鼓勵你 你都可以繼續被提醒 那大家 你聽完我說 你拿不拿到這個 自學的這一點 即是不單是學什麼技能 是學一個生命的質素 學到之後 就開始 每天都是這樣用法 接著 就整個生命被提醒 你現在是一個很喜樂的狀態 我現在是 我都說 這麼多年 因為過年我就不開心 我從來過年都不開心 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 經常要看這個 看那個看那個 哇 真的壓力大 雖然我現在說 為何這麼廢話過年 我是不喜歡過年 很辛苦的 我今年 真的來了你那裏 神安排來了你那裏 我真的懂得反送 我才知道 原來這些才是喜樂 我從來都不懂得喜樂 那裏 是 好了 我想說另一個項目 跟他相連 大家有否見過 那些人經歷聖靈的喜樂 有 很開心 現在他有一個例子 雖然他不是大少 但他說話很明顯喜樂 大家有否見過他們又剩下 有否見過 那些喜樂的一剩下 有 是 這是常見的 嘩 起落起落 然後 哎呀 我又被人摟 我又慘了 現在沒有實力了 就是我們常見常見的 你現在非常喜樂 但我可以告訴你 你一定會有一些時間 你子女發生的事 會令你再一次又回來了 問題就是我們怎樣能夠長期保持這個狀態 這就是需要自己做自己的教練 一去到這個情況 又想回這個經歷 我怎樣可以處理 我又再保持起落 進入起落 在起落中 輕鬆中處理 如果一個人 這樣 例如當起落的peak 一個高點 跟著呢 通常來說起落的點 我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這麼開心 你不會整個禮拜都是這樣的 你會去到這個程度 也挺好的 如果你每天都親人生 也挺好的 但是你總會有一些時間 又會再做些 因為為什麼呢 總會有些事情發生 那我們就做得 問題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提升自己 單止 這個第一個層次 這個第二個層次 要下降的層次 第一 起碼保持這個 成人 起落的狀態 和進入這個高層次的狀態 嗯 當你在這個起落狀態 我一方面提神 告訴你 神真好 跟你說話 你可以起落 你繼續可以起落 但我亦都提醒你一種 你是會 可能得回 會的 我都沒有說 這個就是 很多人經歷聖靈的後果 甚至得到什麼程度呢 我真的見過經歷聖靈的人 會進入低層 會進入失望 會進入離開師父 為什麼呢 就是他不懂得怎樣自己保持這個狀態 聖靈充滿的不是個個都是這樣 而且也有些人犯了罪 因為在聖靈的圈子裡面 一樣是和外面一樣有善行的 都一樣會得到 但當我們自己刻意 我可以這樣被提升 一路會提升下去 而我知道我預了會有攻擊 這些低層的事 但我預了一有攻擊 我立即處理 這個就是 這個希望你會記住 也都我們每一個都會記住 我們都會有這種狀態 但事實保留在一個盡量高的狀態 即我自己每天都盡量在這個高的狀態 每天都給自己很多好的屬靈性物 就告訴自己 神在愛我的 神提升我的 我可以被提升的 我可以被神更大使用的 即我經常都這樣告訴自己 大家有沒有回應 即當你聽完我說 剛剛我對他的回應不同的點 即我將他逐一逐一查開 這個就是我們能夠學習回應人 分享信息 他這個經歷可以講見道 你去找個經文 譬如書二章十三次 因為我自行事 都是神向我身邊運行 我要射走他的美 用這個例子 一個很活生生的例子 請他出來分享 接著就講道 或者你自己就講這些道 這個就是 你不要覺得很難 你可以自己回家 你聽完 你自己自編自導自演 自己練習 然後放上網 有些人說 嘩 這麼厲害 這個就是提升 即你放膽去走下一步 即原來有一個這麼簡單的事情 這個經歷 當你懂得觀察 而在裡面拿到神的作為 即這就是 發揚神的聲證 真是神的聲證 和作為真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我是不看頭 我在神面前 不看頭 全世界沒有人像神那樣好 為何我們不愛他 為何我們不愛他 很多人 經歷過神幾多作為 都不懂得愛耶穌 但耶穌真是好 即是好到沒有人有 那我就會激迷自己 神那麼好 我真是要經常都這樣 這麼疼耶穌 可不可以回應阿芳 可不可以回應幾句 因為剛才聽你說的時候 我裡面都有一個很大的感動 因為 剛才穆斯說 上禮拜 再上次 你來分享的時候 和你今次很大出入 真的很大出入 我裡面也感受到 如果我是耶穌 我聽到你這樣說 其實會很開心 即是祂會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而且很難得你 你信了不太久 是的 但是你很純福 這個真的很好 我裡面都很感動 我為你感謝神 我真的為你感謝神 你這麼純福 神會更加大大用你 加油 是 我感謝主 非常好 波羅來講的時候非常好 我看到阿芳是很單純的 她一聽 她本來是手拿著東西 放手 放這樣就放開 即是那個受教的心 神是很欠的 謝謝神 這些都是鼓勵提升的 謝謝耶穌 還有沒有什麼回應 我想 我也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剛才問我們的時候 我自己就 心裏面彈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 其實阿霞 其實你是被選擇了 你在你家裡 其實是很重要的角色 你是君尊的祭師 其實你在你家裡 是一個宣教師 其實你家裡 他們那個救恩 其實是看你的見證 因為知道你信了耶穌 所以其實 可能你未必 很刻意向你推銷 或者說 你的改變 他們會 心裏有數 慢慢慢慢 會被你影響 一路一路 其實你是 可能透過你 或者透過你的祝福 你的祝告 會與兄弟 有更多的人 為他們祝告 祝福他們 進入神的角度裏面 他們都能夠再被神提升 成為神寶貴氣力 你自己是首當中 是第一個很重要的祭師 希望大家會記住 今天我們所發生的事 放在記憶中 如何去提升人 欣賞人 和欣賞神 都在我們心目中 其實我們個個都有很多作為 有些人經常都想來想去 想不到神是什麼 其實我們真的很多 並且你要解釋 如何解釋 就是神要做幾樣東西 我才能達到這個 譬如說我信耶穌 我曾經向有些人分享過 我現在不重複說 但是神是用了很多人 很多情況 各樣東西配合 譬如我經歷聖靈也是各樣的配合 以及讓我見到不同的人 他們經歷聖靈 或者帶領聖靈的聚會 這些都是神的配合 雖然神是沒有透過一個人 特別好像幫我 輔導我、教導我 但是神就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讓那些人帶領我看到 然後我就會用 都是神的安排 這個都是 即是說我們 去看到神你真的預備很多東西 為我們預備 那時候 我希望大家 翌日你講法人神聖靈 講到法 一講真信息 或者分享真的神 你就會講到神了尾善 一分享 你不要只說 這件事 當然有時間限制 但你放上網 時間限制就沒什麼 其實我鼓勵大家 你試試開一個YouTube的戶口 這件事 之前怎樣 後來怎樣 然後你說 在過程其實神做了什麼工作 神在怎樣預備 不同的人幫我 我當時收到什麼意念 然後我怎樣回應 然後神怎樣馬上幫我 哇 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所以各位聽到我的分享 你真的說 神啊 我們真的要感謝讚嘆你的作為 真的要 亦都要留意到 神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 這是我鼓勵你去提升下一步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錄影一些 有時候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聚會 我們實際上 不能夠太多分享 但你如果搜尋你的生命 裡面發生過的事 將那些東西拿出來 然後你逐樣去發解 拆解 你就會發覺原來 我們個個都經歷過 神很多很多的作為 那你就會有很多的見證 放在網上 就會有很多人回應 我希望大家會這樣提升 感恩